我今天有没有被境界干扰 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如果想到这个问题 自己就会恐怖 为什么没有长进 天天空过 这还得了吗 别人赞叹你几句 很高兴 你被他影响了 别人回报你 你就生气 你怎么一点都不能做出 随着外头境界转 这是轮回 天天在搞轮回 轮回心造轮回业 后头的果报就是轮回 太可怕了 你不了解四十环境 你的警觉心提不起来 决定不受外界干扰 那顺境 那顺境 逆境 善缘 卧缘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所有一切 我能不能不受外面干扰 不受外面干扰这种事情 不怪别人 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人家来赞叹你 赞美你 恭敬你 阿弥陀佛 人家来骂你 侮辱你 羞辱你 阿弥陀佛 我不受到干扰啊 我统统是阿弥陀佛 我真的杀阿弥陀佛 看到善人 阿弥陀佛 真阿弥陀佛 看到我人 真的阿弥陀佛 不是假的 你就成佛了 没有怨恨心 没有欢喜心 那个真欢喜 那个欢喜是发喜成了 骂你 侮辱你 害你 都是阿弥陀佛 欢欢喜喜 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啊 纵然拿得到 刀枪把我杀掉了 阿弥陀佛 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谢谢你 要不然我还多待几天呢 你早一天把我送走 我感恩你 真的 一点都不要 是要感恩的 为什么 他造的是物业 他那个物业 到地狱受苦报 他是到地狱 把我送到极乐世界 我怎么能不感恩呢 我还能恨他吗 我要恨他 不知道感恩 跟他一到去 到地狱去了 去搞渊渊相报去了 感恩 真正看看 无论受什么重大的灾害 若无其事 菩萨来考验我 看我是不是真放下了 看我还有没有染我 是不是真的清洁 有这个摇动